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今天大盤 中場上漲了兩點 朋友 上漲了兩點 但是呢 很多投資朋友 今天的心情卻不太好 為什麼 朋友 為什麼 因為重點是在於 今天跌的都是中小型股 對不對 今天早上八點的時候 我在其他頻道跟你 看懂新聞 看懂籌碼的時候朋友 早上八點鐘 當時 我拿今天早上的新聞出來跟你說 今天的這個大盤 你看 昨天大跌 新聞跟你講說 三重利空引爆外資大逃殺 再跟你說什麼 外資大賣超 股市暴跌 匯市暴亮 聽起來都很有道理 朋友 但今天呢 今天的盤面上呢 你有沒有認真看 好像跌的都不是外資的股票 對不對 很多人都可以罵外資啊 罵得很大聲 罵得很興奮 但重點是什麼 朋友 人家外資是買在這裡 買在這裡 買在這裡 人家高檔稍微的調節一點 你就開始罵外資了嘛 朋友 都是外資而得貨嗎 這樣子會不會太不公平 朋友 為什麼你不換個角度想呢 人家外資可以大賺 為什麼我們不能跟著大賺呢 對不對 邏輯很簡單啊 重點是什麼 重點還是你要看懂新聞嘛 對不對 以後早上八點鐘 朋友 每天早上八點鐘 我們帶你看懂新聞 看懂籌碼 對不對 股票啊 絕對不是這麼容易的事情 但是啊 你只要有對的方法 你只要看懂新聞 其實可以很簡單嘛 像當時 上個禮拜 我跟你講了一篇新聞 這一篇 來 這是什麼 7月30號啊 打不進就拉進 7月30號啊 我跟你說什麼 漢維科獲利失色 Q2財報 8.47元不如預期 朋友 當時我跟你說啊 報紙在跟你講一則新聞 但是啊 你就真的照著報紙做嗎 那這樣子你會很難過很傷心啊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那天剛好最低點是多少 1085啊 就在報紙跟你講的那天 朋友 漢維科獲利失色的那天 從1085 一直漲一直漲 漲到今天多少 1290的朋友 短短的時間過去了 300塊就這樣子飛了 朋友 200塊就這樣子飛了 這樣是不是很可惜 做股票絕對不是看新聞啊 朋友 當他跟你講 不如預期的時候 你要先想一想 他的籌碼變化嘛 還有股價在低檔 還是在高檔啊 對不對 如果你想清楚了 其實做股票 可以很簡單嘛 對不對 那當然如果你需要幫助的朋友 沒有關係 每天早上我們在其他的頻道 你轉一轉看一看 我們帶你看懂新聞 看懂籌碼 朋友 我們相信呢 讓我們一起來努力 讓我們一起來努力 幫我們彼此的創造財富 好 那重點在於 這裡啊 我先前跟大家說嘛 重點是在於 整個邏輯上 是你的股票呢 要是一個對的格局 什麼格局 每天都跟你講啊 股票最重要的是 你要先看你的股票 到底這裡是散戶賣 大戶買 還是反過來啊 散戶買 大戶賣 不同的格局呢 決定了你的命運 我們先前也跟大家看過一則新聞啊 來 我們來看這一則新聞 很多人以為 漢維科啊 是騙人了之後啊 這一則新聞跟你講什麼 宏達店7月營收 僅106億 月減育5成 上次啊 當你看了漢維科之後 你以為學乖了 朋友 你說 上次漢維科的教訓我學乖了 他說 業績不好的時候 我不要賣 再看一次好了 他說這一次喔 獲利失色啊 不如預期啊 可是喔 賣下去是最低點啊 漲上去的朋友 這一次我學乖了 看到宏達店的新聞的時候 我不要再賣了 這樣子對嗎 朋友 我們來看宏達店好不好 你看宏達店 到今天 怎麼破底了 怎麼破底了 怎麼跟漢維科 完全不一樣 朋友 因為你看不懂新聞啊 為什麼漢維科 可以有這麼漂亮的表現 朋友 關鍵是在哪裡 關鍵是在籌碼 我們一直跟你強調啊 重點是要看籌碼流向 散戶到底是賣 還是買 你看這邊 散戶買 還是散戶賣 大戶買 還是大戶賣 對的籌碼流向 再搭配呢 對的基本面 朋友 股票就會不一樣嘛 來這是誰 2498的宏達店嘛 打破鏡頭拉鏡 你看 七月份喔 一張到五張的增加了2000多人 五張到十張的增加了188人 十張到15張的增加了71個人 十張到20張的朋友 增加了36個人 當你看到散戶一直買 散戶一直買 大戶呢 來往下 你看喔 800到1000張的減少了三個人 減少了3000多張 而這裡呢 雖然1000張以上的人數沒有減少 但關鍵在這裡 他們偷偷的賣了1萬多張耶 朋友1萬多張耶 這什麼格局 不就是散戶賣 大戶賣嗎 這種股票能不能碰 來 你看了那麼久 我們的節目 這種股票能不能碰 不能碰嘛 對啊 所以不能碰嘛 你看 股價今天又跌停啊 對不對 像這種股票 就是大盤在整理的過程之中 要避開的 這個關鍵嘛 對不對 怎麼會去碰這種股票呢 朋友 籌碼的流向本身呢 就是從大戶跑到散戶裡嘛 那這種籌碼就是區域比較不安定啊 這種股票就要避開嘛 只有這一檔嗎 當然不會啊 來我們來看 這一檔是誰 3673TPK嘛 很多朋友也說 它不是很棒嗎 它不是什麼蘋果最新的什麼 Insell的技術嗎 聽起來都很有道理 但是啊 為什麼又讓你受傷了呢 因為這什麼格局 再看一次 打破拉鏡你看 TPK嘛 一張到五張的增加了3000多人 五張到十張的增加了400多人 十張到15張的增加了85個人 15張到20張的增加了63個人 朋友這一塊都是什麼 都散戶在賣嘛 往下啊你看 1000張以上的多少 減少了4個人啊 賣了多少 2000多張啊 600到800張的呢 也減少了兩個朋友 也賣了1500多張 這裡啊你看 400到600張的賣 賣2000多張 這更誇張 200張到400張TPK的 減少了24個人朋友 賣了7000多張耶 在這一段的過程之中呢 結果你看股價朋友 真的 一路跌一路跌一路跌 在這一段的過程之中 籌碼的流向呢 卻是從散戶 大戶跑到散戶 朋友就是散戶買 大戶賣的股票嘛 這樣子的股票 你就要避開啊 不要去碰這樣子的股票嘛 對不對 很多好的股票 很多好的機會 你看懂新聞 我們就告訴你嘛對不對 早上8點啊 早上8點我們就告訴你 看懂新聞嘛 哪些股票是要留意的 真的 我們早上8點 來跟大家做分享 你看TPK啊不能碰嘛 因為他散戶是買的啊 大戶是賣的啊 對不對 同樣的股票還有誰 這一檔啊對不對 誰 1795的美食啊 怎麼又破底了 這裡一個頭部行程了 連續幾天啊 一路跌一路跌一路跌 朋友為什麼美食這麼弱 你有沒有想過 它是什麼格局呢 我跟你說 它就是散戶買 大戶賣的格局 真的嗎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這一檔 你看 誰 1795的美食嘛 對不對 散戶怎麼樣呢 增加啊 一張到五張的增加了 五百多個人 五張到十張的增加增加 一直增加喔 都一直增加 但關鍵在哪裡 你看這邊啊 一千張以上的 減少了八百多張 八百到一千張的 減少了一位 減少了八百多張 這邊喔 你看 600到八百張的 減少了三位 減少了兩千多張耶 朋友 這什麼格局 再說一次 來 散戶買 大戶賣的格局 所以股價這樣一路的修正 你會不會很意外 不會嘛 朋友 所以啊 關鍵是什麼 關鍵是 散戶買 大戶賣的股票 你要避開嘛 你手上至少不要有這樣的股票啊 對不對 你手上如果都是這種籌碼 比較容易鬆動的股票 然後呢 人家在賣的時候 你就會怕嘛 你就會擔心啊 重點是什麼 你手上很多檔股票沒有錯 但是呢 不對的股票 往下的股票 開始拖累你的績效的股票 在這裡要先避開嘛 對不對 散戶買 大戶賣的股票要避開啊 像這一檔 這一檔真的 這一檔喔 很恐怖喔 朋友你看 一張到五張的 增加了多少 700多人耶 天啊 五張到十張的 增加了100多人耶 十張到十五張呢 增加了35個人 朋友你看 這一檔 會不會是你手上的那檔股票 會不會是你手上那樣的股票 朋友 我替你感到擔心啊 看一看美食 看一看美食 你會不會害怕 看一看TPK 你會不會害怕 看一看宏達電 你會不會害怕 如果你手上的這檔股票 你看喔 再看一下 真的連我都有一點害怕 你看 賞後一隻馬 那這邊誰在罵 你看喔 1000張以上 減少了一位 賣多少 1000多張 800到1000張的人呢 也減少了一位 賣了多少 700多張 這裡你看 600到800的 減少了三位 天啊 大幅度的減少 賣多少 2000多張 朋友 這種股票 會不會是你手上的股票 如果是 朋友 我希望你一定要小心 這樣的股票啊 後面真的不妙的時候 你該走還是要走 這個盤啊 在這裡震盪 多空不明確 但是啊 關鍵是在哪裡 如果翻空的時候 要有人帶你出 如果翻多的時候 要有人帶你買進 最好的股票 對不對 朋友 什麼股票是最好的 像這一檔紅森啊 對不對 當初跟你講啊 我們看到機會 為什麼 因為這紅森啊 他基本面 營運進入旺季嘛 第一季0.46元啊 創新高嘛 今天呢 朋友你看 跌停板 重點是什麼 掌握進出的時機的重要性嘛 對不對 朋友 這裡跟你講的啊 為什麼要講 因為散戶賣 因為大戶買嘛 對不對 你看到的格局是什麼 朋友 你就看到 一直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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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敢 還是不行 朋友 然後今天呢 對不對 創新高之後啊 你要掌握進出時機嘛 朋友 要掌握進出時機嘛 對不對 外資賺了那麼多 高檔賣了一些 那你做股票 有進要有出啊 對不對 那你只是一直買 一直買一直買 做股票 有時候要調節啊 對不對 為什麼要調節 因為要換下一檔更標的股票啊 對不對 要換下一檔更標的股票啊 宏森啊 對不對 朋友 適度的要換股嘛 對不對 你看這一檔也是一樣啊 這一檔是誰 辛漢啊 我昨天跟你說 機會的掌握與思緒 都在營業之間 朋友 那今天呢 創新高之後 還是一樣嘛 對不對 有進有出 代進代出啊 對不對朋友 做股票最重要的 就是買檔 然後要賣檔 有進有出嘛 那當然啊 我們也是代進代出嘛 絕對會追蹤 絕對會觀察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要有平有據嘛 為什麼當初會買這張股票 一樣的邏輯啊 對不對 為什麼會買這張股票 為什麼當初在這邊要跟你介紹新漢 為什麼在這裡要介紹新漢 朋友 我們看到了什麼 我們看到了一樣的格局啊 散戶一路賣 大戶開始買嘛 同樣的邏輯呢 你就看到 漲停 漲停 創新高 漲停 創新高 一堆漲停 朋友 昨天我跟你說啊 機會的掌握與思緒 都在營業之間嘛 那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你要有進有出啊 你要知道進場 你也要知道出場嘛 對不對 那當然跟我們 我們一定是代進一定代出的嘛 這是最基本的要求啊 朋友 所以呢 給我們彼此一個月的時間 一個月的時間 一個月不很久 不會嘛 對不對 你先試試看啊 給我們彼此一個月的時間 我們先休息一下 再回到現場 說伯伯啊 我已經找到幾個業者 將我那塊被污染土地整治好了 但是最近有一個神秘人 要用高價租我的地 我敢不敢做一 土地亂租給不明人數 真危險 有些人校業者 會租土地來 望住了揮華會氣霧 所以土地除了不能亂租 地主還要常常巡邏出出的土地 哪不會造成那污染 地主還可能被棍 而且最多可以活過三百萬元 請站在黃金保護署 歡迎市民 21年的萬寶投顧 由朱成志董事長 領軍孫老師帶領的投資家會員 給您全方位的服務 服務專線 026618-1588 如果你看報紙 看電視 看網路 一直無法成功 也不敢進場 你真的需要有人幫忙 全台灣的朋友 你需要一個貴人 孫老師就是你的貴人 服務專線 026618-1588 萬寶龍雲端版軟體 免盤後下載 智慧選股更迅速 完整功能 免費下載 使用一個月 026608-2998 台灣股票解盤APP 每日解盤 分析師語音 智慧手機免費下載 026608-2998 投資高手都在萬寶 基金期貨 港股 陸股 美股 新貴 上市貴 通通有 提前布局最旺的投資組合 萬寶週刊 App Store也買得到 用iPay 掌握第一手 財經資訊 還有最旺的萬寶龍分析軟體 026608-2998 潮 誰說了三 我是物流專家 讓全球熱愛MIT產品 我是Dr.Beauty 讓世界都變美 我是Happy達人 讓香蕉皮變成抗肉欲保健食品 自由經濟示範區 才是台灣的潮 既在地又有競爭力 一起炒飯阿米 歡迎回到現場 朋友 機會的掌握與失去 都在一面之間 有時候 很多事情你想一想 看一看 走過了就錯過了 朋友 這真的很可惜 好不容易 我們帶你看懂新聞 好不容易 我們跟你分享了一個 籌碼的觀念 對不對 從賞戶的進出 到大戶的進出 來觀察籌碼的流向 這樣子的方法 朋友 你已經一次一次又驗證了 對不對 驗證了我們的新漢 驗證了我們的洪森 但是 真正的關鍵在哪裡 朋友 你要有進有出 該進場的時候進場 該出場的時候要出場 對不對 如果你真的有困難 你真的需要我們的協助 朋友 早上八點 好不好 早上八點我們帶你看懂新聞 看懂籌碼 對不對 所以這樣的邏輯啊 朋友 接下來 每天早上八點 讓我們來幫你 交給我 接下來還有什麼股票 真的是很棒 來 你看 這一檔 當初跟你講的這一檔 誰 F鼎固 對不對 昨天我跟你說什麼 朋友 昨天我跟你說什麼 有沒有印象 我說啊 要掌握進出時機 一樣的邏輯啊 對不對 有些股票啊 漲多了 有些股票漲多了 漲多了 你要記得賣嘛 對不對 漲多了賣為什麼 因為要有錢 把它錢拿出來 我們再買下一檔啊 不然一隻買一隻買一隻買 又不是你們的老師 買了幾十檔 所以這不重要啊 朋友 掌握進出的時機嘛 你看今天啊 你看 喔 洗到跌停之後 開始往上拉啊 關鍵是什麼 我跟你講這句話嘛 賣在高檔的人才有主導權啊 賣在高檔的人才有主導權啊 對不對 你高檔有賣 股票跌下來 你可以選擇 一買回來嘛 二買別的更強的嘛 三都不要買 先看一看 因為還有可能會往下嘛 對不對 邏輯不是這樣嗎 如果這樣子 為什麼 你要先有主導權啊 不是買在最高點 然後在那邊擔心 害怕 做股票真的不是這樣 好不好 我們當初跟你講 為什麼要跟你講 因為 他除了整個 中國地產復甦的情況之外 他的籌碼呢 一樣的邏輯嘛 閃戶賣 大戶買的邏輯嘛 你就看到這檔神奇的股票 漲停 創新高 又創新高 朋友 一直等待機會的人 不會有好機會 對不對 當財神爺來敲門的時候 你跟他說 欸等等喔 等等 那你就繼續等 朋友 重點在這個啊 又創新高啦 對不對 又創新高啦 然後呢 昨天我跟你說 那掌握進出時機嘛 對不對 創新高之後 你要懂得掌握進出時機啊 對不對 那現在今天呢 我還是跟你強調 賣債高檔的人 才有主導權嘛 講那麼多 講那麼多 重點是在於哪裡 這邊有賣的人 這邊有賣的人 對不對 這邊有賣的人 這邊可以決定要不要買回來嘛 這就是主導權嘛 這是最可貴的啊 對不對 對不對 高檔有賣的人 朋友 高檔有賣的人 永遠可以有三個選擇嘛 第一個 買回來 第二個 再等等 第三個 買別的更強的股票啊 那什麼是更強的股票 你一定會問嘛 什麼是更強的股票 朋友 散戶賣 大戶買的股票 就是更強的股票啊 對不對 早上八點鐘 我們帶你來看 什麼是更強的股票啊 對不對 這個方法啊 昨天可以用 前天可以用 上個禮拜可以用 那未來呢 還是可以用啊 對不對 像這一檔股票 是誰 得率嘛 對不對 我跟你說啊 營收創新高嘛 突破平台真理走強嘛 為什麼 因為它也是一樣的格局啊 散戶賣 大戶買的格局嘛 增加了2000多張 四個大戶 最新的報料裡面顯示 散戶一直賣 這樣子的邏輯 朋友 我再讓你看一次 好不好 散戶賣 大戶買的格局 這樣做股票是不是很簡單 你看 創新高啊 昨天 對不對 當時我跟妳講一個邏輯啊 什麼邏輯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你看 七月營收創新高呢 帶出來的是這 七個字 營收 財報 新題材 朋友 營收財報新題材 這個邏輯 就是我們看懂新聞最重要的關鍵 對不對 當妳今天啊 手上的很多股票 讓妳很傷心 很難過的時候 朋友 再看一次好不好 當妳手上的宏達電 讓妳很難過很傷心 當妳手上的TPK 讓妳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當妳手上的美食 一買下去 它就讓妳 每天沒辦法睡覺 翻來覆去 不知道怎麼辦才好的時候 我提醒妳朋友 妳要看到機會 為什麼 我們這個節目啊 每天來都跟妳講一句話 來 贏家看到機會 輸家呢 看到毀滅 當妳看了妳的美食 TPK 宏達店 不知所措的時候 很好 妳還記得要看 但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妳要看到新的機會啊 對不對 營收 財報 新題材嘛 那什麼是新的機會 像這一檔 對不對 我跟你講過啊 廠戶監控 工程自動化的公司 它的格局是什麼 散戶賣 大戶買 那今天呢 震盪 我們還是跟妳講啊 為什麼 我們覺得有機會的股票 我們覺得呢 格局是散戶賣 大戶買的股票 朋友 我們 它就算跌 我們還是會跟你講啊 為什麼 因為說不定跌下來 就是最好的進場時機嘛 對不對 還有什麼股票 朋友 今天這個要注意一下喔 零通 無線充電的控制IC 出貨持續成長 你看 Q2 EPS 1.17元 叫Q1 暴增4.3倍 朋友 這什麼樣的概念 就是無線充電啊 開始加溫了 為什麼會加溫 你有沒有想過 無線充電要怎麼用 你有時候啊 帶手機出去 是不是常常遇到沒電 那沒電的時候 又沒有帶這個插頭 又沒有帶轉接器 怎麼幫你的手機充電 對不對 那手機 現在那個智慧型手機 耗電量又很大 這樣怎麼辦 朋友 就要無線充電嘛 對不對 你再想一次 當所有的店家 當所有的商家 當所有的辦公室 都裝有無線充電的這個設備 你是不是以後手機拿出來 擺著 就開始充電了 當你辦完了事情 當你做完相關的一個工作之後 你要離開的時候 你的手機又有電 當你喝了一杯咖啡之後 手機又有電 這樣是不是很好 很快樂 朋友 這些產業趨勢啊 其實以後每天早上8點鐘 每天早上8點鐘 我們都可以帶你看懂新聞 看懂籌碼 你看這一支股票對不對 零通 第二季的財報有預期 你看 股價直接跳空 突破一個整理平台 朋友 那這一檔呢 無線充電的黑馬 你看它的營收 年增多少 116%耶 朋友 月增45% 年增116% 我把它稱之為 無線充電的黑馬 朋友 這一檔股票究竟是什麼 早上8點好不好 早上8點你轉一轉 我們帶你看懂新聞 看懂籌碼 而最重要的是呢 朋友 給我們彼此一個月的時間 一個月的時間 朋友 掌握散戶賣 大戶買的股票 掌握最新的題材 最新的這個機會 朋友 一個月的時間 給我們彼此一個機會 你試試看 就一個月的時間 朋友 今天就跟我們聯絡 我們明天帶你進場 我們節目進行到這邊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早上8點見 本節目資料 請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冷氣外洩 全非福建 全台灣的朋友 你需要一個貴人 森老師就是你的貴人 服務專線 026618 1588 萬寶龍雲端板軟體 免盤後下載 智慧選股更迅速 完整功能 免費下載使用一個月 026608 2998 台灣股票解盤APP 每日解盤 分析師語音 智慧手機免費下載 026608 2998 投資高手都在萬寶 基金期貨 港股 陸股 美股 新貴 上市貴 通通有 提前佈局最旺的投資組合 萬寶週刊 APP Store也買得到 用iPay 掌握第一手財經資訊 還有最旺的萬寶龍分析軟體 026608 2998 21年的萬寶投顧 由朱誠執董事長 領軍 孫老師 帶領的投資家會員 給您全方位的服務 服務專線 026618 1588 頭痛 僅用五分鐘 你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複合是島塊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在家裡打鼓也是膽有 吹氣體啊 先用氣體啊 五分鐘